医疗是应该市场机制的东西吗? 调涨挂号费会让全人生不起病吗? 近日卫福部宣布取消挂号费上线 卫福部长给出的说法是回归市场机制 理所当然引来不少讨论 卫福部长说目前医疗机构都表示不会涨价 将产生订毛作用 挂号费整体不一定会涨价 嗯,OK,我们来看看这个毛订的怎么样 哇,瑞人啊,你当船长这船一定会沉 毛根本没订下去啊 但客观来讲,挂号费的本质就是医疗院所的行政费用 不属于健保的医疗范围 因此挂号费的确不在健保的设程内 同时大小医疗机构的行政费用当然也不同 让大医院跟小诊所维持其头式的挂号费 也的确不利于推广医病分级 毕竟付差不多的钱 大多数人应该还是觉得大医院更好吧 只是全民健保作为一种社会福利 某种意义上算是政府要人人看得起病的表态 市场机制这个答复 可能稍微有点不适当 那你认为呢? 你觉得在取消挂号费上线后 会有快快不涨价的检索吗?